我们现在有时候车子都要回原厂去 因为很多东西必须要用原厂的一些设备 零件什么的 这个难度已经很高了 其实如果说你有开进口车的朋友 你可以去跟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其实他们在电子化上面是相当的高 反而国产车这部分还有待做一个加强 不然回到我们的话题 到底要怎么训哪些 胎压侦测系统其实今年已经大概充分反应了 都要上路了 那我们看接下来是不是有夜市系统的这些设备出来 还有这个所谓偏离车道 就是说可能睡着了 那它会不会警示你 噱头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跟什么会有关 我觉得跟这个镜头会有关系 那安全气囊这个地方可能感觉上 目前领域比较少一点 没有听到所谓比较明显的东西 新的东西 对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那资讯系统导航应该大家都很常见的 没什么问题 最重要我觉得所谓行动系统 这所谓应该是跟车联网 应该最主要的是有关系的 等于说你的车子是具有某种程度的一个 所谓通讯的一个功能 等于说你看到哪里马上就会秀说 可能这附近的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不会迷航 对对对好 那影音娱乐我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说 在现有上再做更加强 甚至说是不是在上面就可以打game 类似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去想象 好我们来看往下看 那再往下看来看的话 在下一页里面 我想电动车的部分应该是持续的看好 尽管说油价是下跌 但是我想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那你看2015年大概它有10到15%的一个成长 那到了2020年每年的负荷成长率是20% 也就是说它的成长率会越来越快 所以电动车的部分基本上来讲 还是值得大家持续去做一个关注 好我们来看再下一个部分 所以到底有哪些公司是目前法人 比较专注的一些公司 我想这边很快给大家浏览一下 这后面的这个数字就是 它已经公告的前三季的一个获利数字 我想东阳 广华 宇龙 我想这边都可以来做留意 那在下一页的部分 好 地保 核大 茂连 我想这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都是跟电动车有关的 或者是说跟一些所谓新的一个设备是有关的 我想这是我在整个一个车 汽车领主研这方面给大家的一些资料 那接下来我想我们来看一个 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的 就是在IC设计产业的部分 其实这个产业 我把它稍微仔细去浏览之后 其实坦白说是所谓很谨慎的一个产业 因为基本上在明年来讲的话 电子的中专产业是比较不确定因素 也就是说在iPhone 6 在这个第四季热卖之后 接下来明年有哪些东西 你想得到会有明显所谓引领大家去做消费的 除了所谓Apple Watch以外 其实看起来比较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穿戴式也是要等Apple Watch 所以说基本上在既PCNB 还有这个TV成长趋缓之后 接下来智慧型手机 还有平板电脑 怎么办 也要开始放缓了 所以基本上IC设计 或者说整个电子产业来讲的话 其实你的选顾在明年是更加的趋要谨慎 我们来看下一个字卡 所以到底IC设计产业我们到底怎么样来选股 我想就想给大家几个方向 优质的龙头厂商搭配利基型的一个厂商 那什么叫优质龙头厂商 像联发科 这一种就是所谓优质的龙头厂商 那是不是有所谓比较属于小型的IC设计公司 跟它做个搭配 我想这就是所谓利基型的厂商 这个地方是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那新的规格这是大家一直去期待的 像这个所谓USB Type-C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新的规格 那是不是还有所谓长期订单的能见度 我想这都是稍微主要要去注意的重点 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那到底讲了那两个大方向之后 怎么样来选股 我想这边更细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云端运算 我想还是一样 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它是从整个一个物联网 衍生出来的云端运算 那云端运算就会有搭配什么 大数据的分析 Bit Data 我想最近也是讲得很红 那这个代表什么产业呢 伺服器产业 伺服器相关 里面它是不是有什么IC设计会用到的 等一下会讲到有一家公司 跟这个有关系的 等一下会讲到有一家公司 OK 物联网穿戴式装置 我想这个都没什么问题 这叫做什么 开始起飞 都要开始一年 因为我们周围的马上就会出现 对 还没有开始全面化 所以我们要等到看到真正的应用出来的 我们再来做梦 今年是有稍微快了一点 我们看在下一页 还有哪些重点 所以说刚才回应到所谓B Data的部分来讲话 伺服器的采购量 还会有两位数以上的成长 如果大家有稍微做功课了 可以印象知道说 PC产业今年的成长性 大概是1%多一点点 从过去的负转症 但是在伺服器部分 居然会有两个位数的成长 两个位数是什么 至少10%以上就要两位数 那它代表什么东西 主要的网络业者会直接跟过去这些 所谓OEM ODM的一个厂商 采购客制化的伺服器 以前可能跟IBM买那种大型的 它现在不用了 直接量身定做 所以你看过去像广达 在去年和今年来讲 它的整个一个所谓量身定做的 伺服器的一个所谓制造 它的一个状况就非常好 所以这个地方还会持续下去 而且会拓展到比较属于小型的厂商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趋势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好 再看一下一个 所谓的指纹辨识这东西 目前已经在iPhone上已经落实 那将来其他的所谓手机业者 平板业者也会慢慢落实 但是目前这个技术的一个IC设计 还是落在主要的国际大厂里面 虽然说台湾有一些公司已经宣声 它有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技术 但是要真正所谓的落实在 design在所谓的产品上面 我想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这个地方可以再去持续地做观察 那无线充电大概也是一样 那所谓新的规格就是所谓Type-C 这样的一个规格 如果你的手机要充电你是不是要插对方向 有所谓正面跟反面 对 好烦 对 到了这个Type-C的时候就不用了 怎么插都对 而且充电的速度会更快 传输速度会快一点 然后一天待会儿再买线 线的钱都 真的 家里好多线 对啊 然后买原厂的价格还这么便宜 对 好 这就是所谓新的规格新的技术 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 好 那这个所谓有点类似穿戴式装置的一个统计 就是说 今年来讲的话它一个YOY大概是49.8% 到明年来说的话大概是68.5%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穿戴式装置或者是所谓智慧型的显示装置 基本上在明年还是出现比较明显的成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还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来做留意 所以说从产业的一个所谓景气来看的话 这边给大家一个重点 它的一个成长动能应该是落在第一季末 所以说股价的一个反应应该会往上往前提 所以可能在一二月就有机会IG设计 跟这些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相关公司 可能股价就会开始有些动 甚至其实在最近看得出来已经有点加温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公司 我们很快来浏览一下 好 那USB大概有创为 指纹辨识大概有这几家 我想大家都清楚 伺服器就是我刚刚讲的 信滑就是所谓BMC的一个晶片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部分 那所谓在通讯的部分 大概就是有FIC Wi-Fi 蓝牙 大概有这些公司 那驱动IC有的是跟这个所谓显示 显示就是你要更高解析度的嘛 大概有这些公司 那设计服务因为更加的复杂之后 那必须委托所谓设计服务的业者 来做所谓IC设计的一些协助 所以基本上这些都是 接下来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重点 哇 这个亮点真的可以花些心思来研究 像伯爵小可能开个节目 但是这是未来趋势当中 而且可以跟国内这些IC 新产品 新商机 对不对 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OK 待会我们还会再跟大家 OK 谢谢你这份资料 真的内容很丰富 在今天的选情之夜 不过你带我们看一下 今天其实亚洲股市 其实也还蛮特别的 今天亚股 今天应该算中国股市表现最好了 将近两个percent 但是我刚刚看一下那个融资余额在什么 上证指数那个 它的一个ETF的部分是反而是下降的 反而大概有所谓亏了结现象 所以这个所谓上证指数还是牛气冲天 对啊 很牛 不过上证逼是外国人买的就比较没有气 对 所以刚刚看到嘛 融资减少 是不是大家把这个钱准备拿来买台股 欢迎光临好不好 选股之夜留在下阶段回来 来看看外资都连买些什么标的 还有包括集团做账 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 过去我们都知道有什么大麦克指数 就是说可能这个汉堡在美国卖多少钱 在印度卖多少钱 那现在有一个iPhone指数 就是这个iPhone6在哪里卖多少钱 据看古兵现象 就是跟着学到点知识 好像日本的汇价比较划算 去日本买比较划算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iPhone指数 实在是好神奇 用一个磁铁在白纸上画画 iPhone萤幕上立刻出现刚刚画的笑脸 让人以为iPhone有超能力 国外有iOS系统的研发者 发现iPhone可以感应到附近的磁铁 当磁铁移动时 画面标示也会跟着动 甚至也能在3D立体空间里面随意移动 以后渴望会打造磁力手套 用在虚拟键盘输入等功能 不止iPhone6有新功能发现 Apple Watch现在也有更多消息 在苹果美国官网上曝光 手表表面上不断切换 玫瑰花 九大行星 月亮等图案 还有不同的时间格式 可以自己组合超过百万种以上的表示方式 现在Apple Watch已经进入量产阶段 而苹果采用的S1晶片 就是采多晶片堆叠交错的系统级封装SIP技术 外传由日月光拿下订单 广达则独家接货组装订单 不过两家公司都没有对市场传闻做评论 但就在Apple Watch消息不断的时候 苹果自家商品也出现互打的状况 iPhone 6超大的萤幕玩起游戏超过瘾 也因为iPhone萤幕越做越大 让iPad的大萤幕优势不在 销量开始下滑 根据App应用分析业者 Pocket的资料显示 同时拥有iPhone和iPad的用户当中 如果用的是4寸的iPhone 和iPad的使用时间几乎是一半一半 但如果是使用5.5寸的iPhone 6 Plus iPad就完全失宠 用户只愿意花20%的时间在上面 苹果产品互相侵蚀市场 考验苹果执行长库克 未来整合多项商品的功力 记者杨宝珍 陈玉智 台北报导 出了6都就没有4G 台湾之心让你走到哪用到哪 4G覆盖全台